在这一边呢,Banzai Nut呢,他要庆祝他儿子的生日 然后他要order一个2-layer cake 这一个是他的设计的蛋糕 然后这一个cake呢,他是3个那个cylinder 然后height and diameter for the,这一个是9跟30 所以他的height,height是9 然后这一边是h等于9 然后他的diameter是30 30的一半的话呢,diameter是3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diameter等于30 所以他radius是他一半,15 所以我给他这个叫做1啊,第一个 然后过后呢,diameter for smaller cake 是9跟11 所以这一个的diameter是9 ok,这个是diameter2,是9 然后过后呢,这一边这一个 它的diameter3 是21 所以我的radius2是9 也就是4.5 然后我的radius3是21 也就是10.5 ok,好 来,这个是10.5 好 然后他的height是6跟9 所以这一个height2是6 这一个height3是9 然后calculate the volume 然后他write your answer in 4significant figure so我们知道Volume for cylinder呢,是πr²h 所以我的VolumeE呢,是π他用22分7 22分7,然后15分2乘9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还有22分7 乘15分4 然后再乘9 so我拿到是这样 ok,我把它放成假分数啊 等下它全部加上来的时候 再一起什么了 so我的Volume2呢 是22分7 乘R R是4.5的sq 它的height是6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4.5 π4.5的sq 然后这个是6 然后拿到是这样 然后接着我有Volume3 我的Volume3呢 是π 然后他这个是10.5的sq 再乘9 所以我们这一个是9 然后这个我改成10.5 然后我拿到是这样 ok 所以它的TotalVolume呢 我的Volume会等于Volume1加Volume2加Volume3 所以他这一个呢 就会是等于 这一个 44550 加2673 然后他分母都是7 再加 这一个是6237 和2 6237和2 然后44550和7 2673和7 加上来是这样 ok 所以我加上来等于这一个 他 变成假分数 是这一个 ok 然后 变成那一个小数 是这一个 ok 所以 这一个就是他的cmq cmq cmq 就是你写成任何一个都能够接受了 ok 好 没有 可是题目他要你写成Fall 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1234 我要进位 所以他会变成9865cmq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3 10 1 2 4